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来upzo的频道 今天呢 就给大家的是如何在Proximal V1中安装windows10的系统 首先我们通过搜索引擎呢 找到微软官网的主页 然后下载这个工具呢 来获取Win10的原版镜像 下载好之后呢 运行程序 然后呢 选择为另外一台电脑呢 创建安装机制 接下来选择版本 一般来说 默认就好Win1064V 接着选择ISO文件 选择存放的目录 然后它就可以开始下载了 这个就是下载好之后的windows10的原版 Io驱动在这里呢 可以选择稳定版或的最新版本 接下来我点击下载最新版本的 最新版本呢 是109 接下来我们来到pue节点的储存local 上传刚刚的镜像文件 关于pue的安装教程呢 在上一期视频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好的 这就已经上传好了 当然呢 你还会注意到我上传的是windows10.iso 并不是刚刚下载的windows10.iso 这个大家不用太在意这个细节啊 因为我上传的 这个是原版安装程序 精简后的镜像文件 总之 大家只需要上传刚刚下载的windows10.iso就好了 好的 接下来新建一台虚拟机 明智就wind10就好了 接着呢 在作业系统这里呢 选择wind10安装程序镜像文件 接着类别这里呢 选择windows10就好了 在系统这里呢 我们唯一需要改的地方呢 就是勾选这个QEMU Agent 在磁碟这里呢 推荐用SCSI 然后呢 我把它储存在localvm里面 然后呢 设定一下磁碟大小 由于我需求不多 所以说大概25GB就好了 接着选择 你想要虚拟化的核心数量 类别的话 默认就好 或者说你想选择host 也是可以的 在这里我选择了默认 记忆体这边呢 你可以设定最大容量和最小容量 就比如说最小1GB 最大2GB 或者你也可以两个多设定一样 这样的话就是固定容量了 接下来网络这边呢 我选择办虚拟化技术 然后桥接到默认的虚拟网口 vmb20 接着信息确认55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完成设置了 好的 这就已经创建好虚拟机了 接下来我们新增一个关区 在这里默认的IDE就好了 编号是1 我在这里不小心点成了2 然后呢 添加刚刚的那个Word RL的驱动 好的 这就已经设定好了 接下来在启动向这里呢 确保这两个关区是启用的 OK 接下来就可以启动虚拟机了 然后按数字2呢 从第二个启动向启动 也就是刚刚设定了那个Win10的ISO镜向启动 现在安装 选择版本 下一步 结设条款 下一步 自定义 好的 接下来就是本期视频的重点了 你可以看到它没有识别到我们任何的一个磁盘 所以说我们现在需要加载一下驱动 点击浏览 打开我们之前添加的Word RL驱动 找到VIO SCSI Win10 MD64 然后点击确定 下一步 好的 这就已经成功识别到驱动器了 我们就可以新建分区 然后下一步安装 好的 这就已经安装好了 但是我们还需要解决一些驱动的问题 首先我们打开设备馆里 你看还有些设备是感到好的 我们点击右键更新驱动 接着选择浏览我的电脑以查找驱动 然后浏览一下那个Word RL的驱动 由于现在我们更新的是网卡驱动 所以说我们只需要找到 NetKVM Win10 MD64就好了 然后点击确定 下一步 它就可以正确安装驱动了 好的 这就已经安装好的网路适配器 假如接下来的设备 你不知道驱动是放在哪里的 没有关系 你直接浏览整个Word RL的镜像 然后它就可以找到了 同理 接下来的设备也是这样安装驱动 最后呢 我们还需要在Word RL的镜像里面 找到Gast Agent 安装X8664版 OK 安装好中央的 我们先关机一下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到选项这边 你可以看到QEMU Gast Agent是启用的状态 接着我们再次启动虚拟机 然后呢 你就可以在首页的看到IP地址了 有了Gast Agent之后呢 这里才可以显示IP地址的哦 接着我们还可以在虚拟机里面呢 开启远程桌面 这样的话 就可以在其他电脑上远程访问了 好的 以上呢 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要电脑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 不妨点个赞 加个订阅哦 也不要忘了点击订阅按钮 旁边的小铃铛 就可以定时间 收看到最新的视频了 好的 那么呢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